官方实锤,华为没芯片用了,今年可能会比这个数字更少一点,因为由于美国的第二轮制裁,华为的麒麟芯片进入缺货阶段,供应困难,美国要求凡是用到美国技术的公司,都不能为华为供货,所以开机电再久,月,15日禁令开始执行后,无法为华为海思代工麒麟芯片,这就意味着不只是即将发布的华为,每个,40, 系列会缺货断货,就算是此前的华为手机,只要采用麒麟芯片,都面临着断货风险,因为目前全球的半导体制造技术,都难以绕开美国技术,不管是台机电还是中芯国际,如果遵循美国的制裁要求,都无法为华为代工生产芯片,如果美国没有对禁令进行修改,或者继续放出缓冲期,今年可能是我们能见到的最后一代华为麒麟芯片, 于成东在演讲中也给我们透露了他的命名,并且公布了华为Mate 40系列发布时间,我们今年秋天将会上市,Mate 40,搭载麒麟,9000芯片